民族情怀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9号 农历人云年9月14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两岸政治交往 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本网发表两块评 珍惜历史经验 探索解决心路 两岸关系发展 定会行稳致远 台企这十年系列报道 今天介绍扎根四川大梁山的台北父子俩 他们又有感来 情话两岸融合画卷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陆方面牢牢把握 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两岸关系发展这十年 我们在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 推动两岸政治交往 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请看详细报道 2015年11月7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 实现了1949年以来 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 双方围绕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致力民族复兴的主题达成共识 巩固深化九二共识 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共同政治基础的关键地位和作用 得到了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和高度评价 两岸领导人实现会晤 充分显示党中央对台工作大正方针的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 充分展示大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 主动权和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极大诚意 向世人表明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 有能力解决好我们自己的问题 大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 与台湾有关政党、团体和人士 就两岸关系与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 达成多项共识并发表共同倡议 与台湾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探索两制台湾方案 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会见、韩电往来等形式 与岛内有关党派、团体和代表性人士保持交往 巩固两岸共同政治基础 确保两岸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大陆与岛内有关方面共同举办两岸经贸文化论坛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国共两党对话交流等活动 就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凝聚共识 大陆还与岛内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代表 围绕两岸关系与民族复兴开展对话协商 发布共同倡议 此外,大陆还连续举办携手圆梦 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 团结引领导内爱国统一力量 创建两岸民主协商制度化平台 为推进反独促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定海神针 九二共识的重要性 关键在于体现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 回答了两岸关系根本性质问题 有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利益扶持 有了九二共识 才有了汪姑会谈及其后两岸一系列的协商谈判 并且达成了诸多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和改善 两岸关系发展事实反复证明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 两岸关系才能和平稳定发展 两岸同胞才能受益 台海和平稳定才有保障 珍视和维护九二共识 反对和抵制台独分裂行径 我们相信两岸关系定有光明未来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文章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始至不渝的历史任务 两岸政治交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使我们推进国家和平统一进程 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开展两岸政治对话的重大探索 充分表明 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 有智慧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也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普遍欢迎 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肯定 过去十年 两岸政治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 增进了两岸政治互信 夯实了共同政治基础 是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 这些成果对今后破解两岸政治难题 有重大启示 也为如何推动两岸关系继续发展 提供了绝佳典范 当前在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都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时代背景下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面临着新的形势 如何对待和化解分歧 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 是两岸所有中国人共同面临的课题 从过去几十年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 两岸关系每向前一步都来之不易 其间取得的积极成果和宝贵经验 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相信两岸中国人通过共同努力 认真总结历史经验 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方式 为解决两岸政治分歧问题创造条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道路 也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来自宝岛台湾的林春福林书任父子 他们一个是台企退休管理层 一个是北京大学博士 他们来到四川大梁山 花了11年时间 种下绵延2.5万亩的油橄榄 两代人两种理念 围绕着蓬勃生长的油橄榄 不断碰撞和交锋 也不断交汇和融合 请看详细报道 自2011年从台湾来到大梁山后 从第一批种植的600亩 到如今2.5万亩油橄榄 鲜绿铺展 林春福的11年再创业路 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从2011年至今 油橄榄种植产业 带动当地6200亿户农户的 年人均纯收入增收三倍以上 一路走来 林春福的转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外地人不会一语 土地流转 当地人没有听说回油橄榄 种种渐渐都曾让他这个 大梁山的不速之客 焦头烂额 但是好的政策 政府支持 给了他迎难而上的底气 两岸是一家 台湾同胞在梁山的发展 要全力支持 当地一基层干部的这句话 让他印象深刻 林春福相信 梁山有最适合油橄榄生长的资源禀赋 有了政府的帮助 一定能成功 如今 林春福用每亩每年一千元的价格 向农民流转土地 并在第六年进入封产期后 农民用土地入股 参与每年36%的分红 同时约定 其间发生自然灾害 村民还有每亩400斤大米的保底收益 郁郁葱葱 漫山遍野的油橄榄成为了他和大梁山之间的桥梁 北大博士毕业的林书任 每一次来到大梁山都会有更多的发现 油橄榄的种植面积增加了 公路就到了村子里 看到这些具象的变化 他更理解父亲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如今林书任一面在当地做公益组织 助力乡村教育 一面将年轻人的想法理念带至油橄榄产业 他们父子俩相信 能够发展出大梁山的油橄榄 四川的油橄榄 乃至中国的油橄榄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 抖音号快手号 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